就今年可能就省了一年不用派红包 传统比较好 这个红包风 红冬冬过年好一兆 有 那自己本身有用过吗 还没 就也没说过 有没有用过 没有 第二次听过 你讲了才知道 好像最近有听过 但暂时还没有 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操作 早都听过了 保留传统 我是传统 传统比较好 一个红包风 红冬冬 过年好一兆 平安健康 很好 传统红包 为什么 因为会聚在一起 然后那种 传统一起庆祝 才有意思嘛 不然你 拿电子 好像 传统账户一样 因为有些朋友 有些 亲戚老人 他们不会用 年轻人就不会用 因为有些人没有 那个apps嘛 没有那个apps 就比较难发 那个医疗红包 本身我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那种传统的红包 一年一次嘛 一年一次 有时候有些亲戚朋友 一年才见一次 所以 我宁愿一年看到 见到他们 可以收到这个红包 也顺便 看他们怎样啦 红包钱其实没有很多嘛 才最多几百块 for我啦 所以我觉得 是见面的机会啦 比较重要啦 combat to那个红包的钱 我比较喜欢traditional啦 因为比较有那种小时候的感觉 电子红包就很像微信红包 通常我们是传统的 就是送红包 这样人员之间比较可以拉近 如果电子红包来说是比较 之间就比较有一段距离啦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传统的啦 就听到很多人讲 就今年可能就 省了一年不用派红包啊 会方便 一定会方便 以后年轻人会用啦 一定会的 不知道啊 因为只是听过没有用过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运作了 以后很难说啦 不过在传统上的新年啦 还是什么节制 大家是比较喜欢这个 真正的红包 有那种气氛这样子